哇 哇 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現在慈濟科技大學校使館的電視牆 來自菲律賓馬尼拉市合唱團的團員 個個是又驚又喜 這就是很驚奇的 技術和技術 我們在旅遊圈圈圈 我們可以回家 教我們同樣的事情 自我無所謂的 能夠更加感情 和更加更加感情 在身為敬虧的 和自己的需要 和自己的需要 菲律賓馬尼拉市合唱團 創立於1951年 他們走訪貧窮的地方 帶來天籟歌聲 撫慰人心 而在1963年 團員也曾經造訪台灣 成為親善大使 如今睽違56年 再次踏上這片土地 他們希望用不同的文化 創造更多交流機會 透過這樣的交流 讓他們更了解到 我們慈濟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在各方面的一個教學的成果 讓他們能夠放心 而且把學生能夠送過來 兩天的參訪行程 第一站就來到花蓮 看見慈濟大學 茶花道教室的精心佈置 他們也用心體會 我們也希望說高中生 可以到夏天的時候 夏日學校來慈大體驗 我們的特殊的人文教育 然後學習茶道花道 還有一些專業的課程 所以這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馬尼拉市合唱團的團員 來自各行各業 而每一位都是志工 他們也會繼續以無私無我的精神 為需要的人帶來心靈資糧 在新聞媒體聽劉洪志 華蓮報導